大家好 我是小羽 大家都知道 國家有鋼場 軍隊有軍紀 軍紀 是軍隊的命脈 那 假設不遵守軍紀的話 部隊 就會崩潰 今天 我們就扮演督導 潛入這個基地 看看我們破壞了他們的監視器之後 部隊會如何反應 我們看看這個安全門是否有確實的上鎖 什麼 竟然如此輕人就被打開了 在破壞攝影機之後呢 是否附近林兵會即時展開動作呢 不 看來沒有 這邊林兵 完全沒有動作 哈 他們竟然叫遠方的學弟 從半個營區之外 千里迢迢的往 大門移動 這部隊裡面難道還存在著嚴重的學長學弟是嗎 你們看 這學弟還找不到攝影機在哪裡 多麼的可憐啊 那這個弟兄再找不到 攝影機之後 他跨越了整個營區 終於千里迢迢的來到了 門口啊 攝影機原來就在大門口啊 但是 這時候竟然回營的軍官 把他給撞飛了 實在太可憐了 就我們這一次換另外車來看一下 啊 總會有如此 慘絕人寰的事情發生啊 你看看 這位鬼影的軍官 不但沒有通報上機 反而想要 自己來處置這個案件 他 啊 究竟想對這弟兄幹什麼 難不成 他想要就地毀屍滅機嗎 怎麼可以這樣 啊 實在是太逆人失望了 難道這個部隊已經沒有髮跡了嗎 大家看看 這就是 部隊的真面貌啊 我死人 啊 我死人 阿